她是儿子 为了偶像一掷千金 却无视并踏钱的父亲 因为年前答应了别人的事情 我只能在医院陪你两天 第三天我就要他 她是父亲 只能远远看着自己的孩子 却不愿上前相认 我有一次到西安的街上碰到了她 但是我看到她那个长头发 我确实不相认 是什么牵绊了亲情 一场道歉又能否换来亲情的原谅 6月15日21点20分 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 让我们一起感受爱与宽恕 有请主持人 土磊 真情致歉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一起来认识一下 这期节目当中的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青年演员 黄子祖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石树思 著名的心理专家 白燕怡 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当我很小的时候 第一次在街盘的发廊 看到了麦克杰逊 我彻底的被他的舞步损了一株 我疯狂地迷恋上了他 这些年 我为了模仿他 效仿他 我付出了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就是想跟随他的脚步 希望有朝一人 能成为像他一样 伟大的舞者 可是在我追逐这段梦想的过程中 我却深深地伤害了我的家人 我自私自利的想法 只顾着我自己 却没有看到他们在背后 默默为我所付出的一切 我甚至还做了 许多许多不孝的事情 现在回想起来 都觉得特别的荒唐 如果我的父亲 能够给我一次机会 我想说 爸爸 我错了 以后一定好好孝顺地 为咱们这个家庭 负上责任 其实我本人也是 麦克杰克森的歌迷 但是我没有他们那么执着 但是执着的东西 就一定要放弃另外一些东西 今天我们所讲到的故事 恰恰是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差距 我们首先有请贝之仙人 VCR当中的这位先生的父亲 田卫社 掌声欢迎 主持人好 三位老师好 在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你好 年纪不大 我今年50了 年纪不大 他多大呀 他26 儿子到底做了哪些 让你生气的事呢 今年我住院的时候 他从西安回来了 在医院里只陪了我两天 就是他在西安要忙他的事 就又走了 你什么病啊 就是2015年最后的一天 大年三十 我不慎从二路上甩了下来 我的左部的五根肋骨 甩出来 那很严重啊 没有刺伤内脏吧 没有 医生就催着交住院费和治疗费 他都傻话没说 走了 我自己最后把这个钱给我垫上了 因为是过年嘛 就想说是儿子在身边能配我一下 可是他只待了两天就走了 所以你很失望 对 还有别的事吗 每当我在街道上走的时候 看到别人家的孩子的父亲 去银行 去取钱的时候 我很羡慕 可是他从来一次都为我打过钱 你在乎的应该不是钱吧 我不是钱 你在乎的是那种孝心 你就这一个孩子吗 还有个女儿 女儿对你好吗 女儿很好 女儿一直在我身边 那哥哥对妹妹好吗 就是因为他跳舞 然后兄妹两个就关系闹得不太好了 发生了什么事 妹妹去年订婚了以后 男方给得了一个彩礼钱 那是一部分 就是女儿就是给他做陪嫁 另一部分就是爸爸 我也离开你了 这些钱就给你和妈妈 做这个养老钱 听说妹妹订婚了 有钱了 她就亲自跑回来 说是急需要一笔钱 这笔钱对我很重要 因为我要做一场活动 她说是你先借给我用 等我把这次活动办完了 挣了钱了我就还你 我没办法 总归是自己的儿子嘛 我就把钱给了她 可是她到现在也没有花上 多少钱 三万块钱 妹妹结婚她回来了吗 没有回来 坑爹坑妹 她是个坑爹坑妹的人 还是另有苦衷 她是另有苦衷 这个苦衷值得原谅吗 我一直没有原谅 那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 所以今天你来了 对 我今天来了 好 来 我们有请儿子 田文飞 主持人好 你好 先生 女朋友 请坐 刚才有个老师说 你坑爹坑妹 你生气吗 我不生气 我觉得老师说得对 确实我也做得特别不对 也没有尽到孝道 你为什么不尽孝反而还拿家里的钱 当时我妹妹给我打电话 说是父亲住院了 然后我就急忙地赶了回来 其实我心里也很自责 也很难过 因为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联系家里 也没有照顾父亲 但是我因为年前答应了别人的事情 所以我就只能跟父亲说 我只能在医院陪你两天 第三天我就要走 你怎么放下心呢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是做表演的 经常就是街头卖艺跳舞 你是做模仿的时候 因为年前我的朋友他找我 他就说这边有一个婚礼 然后我就答应了 后来我就还是去了 你觉得这个事 比父亲的健康要重要 也不能说比父亲的健康重要 你实际上你做的就是这样 对 但是我内心还是很自责的 其实坦率地来说 跟父亲的身体比起来 有推不掉的伤演吗 有推不掉的钱吗 对 虽然我们很注重职业操守 要有信用精神 但是和父亲的病比起来 你又不能出钱 你还不出力 这说不过去吗 也可能是这样吧 但是我觉得是做错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选择 你看得出在医院的时候 父亲脸上的失望吗 看得出来 就是他当时就是 大概有30秒钟都没有说话 就是把头转向了另一边 如果父亲是在ICU 重症监护室 随时有可能会失去生命 你会走吗 不会 不会走 不会走 是 那你为什么还要拿钱呢 是因为我想办一个生日庆典晚会 什么生日庆典晚会要3万块 就是我的偶像Michael 他的生命 Michael走了多少年了 Michael走了8年 在你心目当中排位 你来排一下 Michael 父亲 谁最重要 你回答我 那肯定是家人 但是你实际上做的 你是把Michael排在第一 对 是因为Michael他对我的改变很大很大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Michael 是小学四年级 小学四年级 对 你是在哪里 我是在我们镇上的一个小学 星平市赵村镇 陕西省 多少年的时候 2000年 2000年Michael的风都吹到那去了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和我同学放学回家 就是经过我们镇上一个非常时髦的一个理发店 然后我就听到了一个没有听到过的一种声音 然后我就通过窗口看到了一个很神奇的影子 有一个人在那边跳舞 但是这个舞步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你看到的是哪个MV 是Michael 1992年 就是这样 我就和我的同学很好奇 我就说你陪着我 让我去问问这个人到底是谁 后来这个老板出来之后 他就问我 你知道刘德华吗 我当时说刘德华是谁 然后他就很生气的样子 他说刘德华你都不知道 这个人你不配知道 刘德华你都不知道 这个人你不配知道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他好像侮辱了我 刚好就是我到我同学家去写作业 然后他的表哥就告诉我 他是世界舞王很厉害的一个人 对 疯狂地迷恋上他 那你怎么迷呢 你自己学跳舞 对 就是我先把Michael的动作分解出来 用画笔画出来 然后开始练 班级搞六一月儿童节 我就想着把时髦的东西能够展现给同学看 迎来了整声吗 没有 但恰恰相反 表演完之后同学都在笑我 说我说Michael 你还不跳Michael的舞 你能跳的会吗 我就很生气和他们打了一下 你发现他学这个了吗 小于四年级 我发现了 有一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我想起业 起业的时候我就去后面 他一个人就在那边练 在哪练 就在我家后面 后面有种了一盏盏菜地 在菜地里面练 那不菜地不完蛋了 把菜地弹的 我发现好几次 但是我不知道咋回事 我说你这是干啥 不睡觉 他说他嘴子打无懒 但是我看到他就演员过来动作 我说可能在学Michael 你自己是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作为咱们的农村人吧 男孩子 希望他有一枚手艺 所以我就把他送到这个季校去了 不对啊 你自己我听说是个文艺男青年 对对 我是个写作的 写文章的 写文章的 有发表的作品吗 发表过 2000年1月8号 在我们陕西的一个三星都市报 在一个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写作的 在初中的时候 有人支持你吗 当时是我一个老师 他非常支持我 那个年代不是农村的妇女都那个 有线线车 每天晚上我的妈妈就在那儿线线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妈妈的线车 那篇文章写了以后老师看了以后 特别喜欢 我就受着这个老师的鼓舞 我就写了 就是你爹支持你吗 我爹支持 因为我爹本身也是个教师 周围的人呢 相信吗 都不 他们就是的 你现在念书 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你还写什么长篇大略呢 反正说的话就是不好 那念完了书之后呢 有人支持你做作家吗 没有 觉得你吃人说梦是吧 对 你一个农村的小孩嘛 你还能写那么多东西 再加上我高中毕业以后 因为家里情侣条件不太好 就不再上学了 你其实也是一个曾经怀衰梦想的人 对 你也知道 当别人都不支持你的时候 一个人孤独地在梦想的道路上走着 有多艰难 你能够领会那种苦 领会 那你为什么不支持他呢 因为 我就说是儿子嘛 你总归要有学员手艺 但是他拿着我 给他念诗的学费 一个人去了上海 他走了 走了没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走的 是我上初三毕业了之后 我父亲给我报了一个绩效吧 然后我上了半个学习 然后就觉得在浪费时间 所以我当时就是想着去上海 大城市嘛 有机会 然后就想着 加上自己小时候练的 学生的舞蹈 说不定在上海 还能碰到一位导师带一带 但是结果却并不是那样 混得不好 当我去了之后 我才发现年龄不够 我当时去的时候才17岁 根本就没有到上班的那个年龄 拿了我父亲的三千多块钱 也花完了 我就说那要不我就街头卖衣吧 就搞一个小小的音箱 弄一个箱子 上面写个威梦想加油 怎么样 就这样子 撑下去了 没有 然后就是说 想家里要钱了没有 要了 就是因为我在街头卖衣 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后来我就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就给我爸打电话呢 说爸爸你给我打上个500块钱 因为我现在确实有急用 我的借口还是急用 爸爸打给你了吗 当时我接到简话 我说了没有两句 我就把简话挂断了 我说既然你一个人 有本事能跑出去 不说你攒钱的话 你至少能养活住你自己 可是你连自己 你没打呀 你那么狠心呢 我把简话挂断了以后 我还是不忍心嘛 最后跑到邮局 给他把钱打过去了 你看 我总不能让他在外面受罪 关键时候父亲还是父亲 但是你这个儿子没做好 是的 其实我在上海待了整整三年 就高中三年 这三年你回过家没有 没有 给我父亲打电话也非常少 打了两次也都是因为钱 都是要钱 对 挺对不起我父亲的 那三年是哪三年 哪年到哪年 2006年的下半年 到2009年的下半年 那个时候Michael还没走 还没走 那是2009年的6月25号去世的 那你特悲痛 就当时我在上海工作嘛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我心里就特别特别难受 后来我就觉得 我是时候应该回去了 因为我害怕我的家里人 像我喜欢的偶像一样 要是走了 我要是回去就没有机会 这偶像还有一定的作用 偶像走了 到时你开始珍惜心情了 对对对 真的 他不但是让我学会了跳舞 也让我懂得了很多的道理 我就回到了西安 但是我也没有回老家看家 也就总觉得 在上海那三年没有混好 没有挣到钱 觉得很丢人 就没有回去 没回老家 但回了西安 对 回了西安 你知道他到西安了吗 我不知道 我有一次到西安的街上 碰到了他 偶遇啊 偶遇 当时围观的人很多 他在中间跳 我也没有看清 音乐声停了 他就给人们介绍他自己 我从来声音很熟悉 我就凑上去看了一眼 哎呀 我发现是自己的儿子 你很激动吧 当然我很激动 儿子回来了嘛 但是我看到他那个长头发 哎呀 穿着那个金色的衣服啊 带着那个眉镜 我确实不想认他 为什么呢 觉得丢人 丢人 那我要是接着认的话 大家围观的人都说 哎呀 这就是你儿子 放在那个小箱箱 叫人们给他里面放钱 我就在街上 跟要饭有啥区别 但毕竟是你儿子呀 对 我就转身走 走了几步我一想 总归是自己儿子 我也看到他刚才跳舞 满着个大汗的样子 天又热 我不忍心 我就买了两红冰红茶 但也不好意思给他送上去 就在旁观的一位观众 我说你能替我把这个冰红茶 送了个小伙子吗 那个观众答应了送他了 走了回家 我都不敢告诉他母亲 我怕他来到西安找他 走了两步之后回来 还是给他递了两瓶饮料 让围观的群众递给他 这是一种怎样的父亲的心情 你喝了那两瓶饮料了吗 没有 当时我把这个饮料换成了矿泉水 因为输入也并不是很高 你知道那是爸爸送的吗 不知道 你现在知道是爸爸递的 你心里什么感受 我心里就是特别特别感动 真的 我要是真的在现场跳舞的时候 是我父亲拉的这个水 过来给我的话 我估计我当时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说什么 可能就懵了 真的 你还把它换成了矿泉水 对 省一点 是 因为有小时候父亲说 我如果我能把自己出版的 这些诗集们整理一下 出成书 他就自己特别高兴 然后我当时就是在街上卖艺 就是想为爸爸做这样的事情 那你现在后来做得怎么样 后来就是也是经过自己的 不断努力 觉得想和爸爸像平常人一样 想重修就好 对对对 重修就好 可以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 我就在一二年的时候 有了收入了 然后也攒了一点积蓄 然后我就托朋友打听 出书这个程序 他应该是怎么样子 想帮爸爸出书 出一本书 然后想给爸爸一个惊喜 希望他能够原谅我 真的 但是当我第一次 就是跟我爸爸说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父亲就跟我说 如果你有这个心 你把这个钱拿回来 咱们贴普家用 但是当时我就说爸爸那算了 那就当我没说 我就挂了 你后来给他出了吗 出了 花了多少钱 花了就是八千左右吧 然后一千多本书 一千多本书 卖了多少本啊 我卖了三四百 剩下的我都送给一些学校图书馆 还有一些学校最后知道了 让我在他学校去讲课 出了书以后到处讲座 什么感觉 当然我还要更加努力 当然是梦想实现了 我当然高兴 所以你是不是也能够理解他 想要成功梦想的那种迫切 我真正理解他是在我们西安 举办了一次中国达人秀的海选 当时他前来后又叫我去 他和我走在街道的时候 他戴着那个礼帽 画着那个妆长头发 我都不想和他走在一块 都回头再看他 这是你儿子还是你姑娘啊 我就怕有那种感觉 结果他到了那个比赛现场 我这一次是真真正正的 从头到尾 看了他的这个跳舞 小子现在还不错 跳舞还可以 但是我表面上这样想 但是我对他从来没有说过他 为什么不说呢 我就是不夸他 但是我用实际行动 比方说 儿子他喜欢这个麦克杰逊 我就给他买那个 麦克杰的铁片 还有那个麦克杰的书 我就这样 但是我没有夸过他 父亲第一次认可你 在台下做你的观众 很欣慰吧 对 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高兴 因为我不在乎 我在街头卖艺的时候 能为上千人上万人也好 我只是想做的是 让我的家里人 我的父亲 他能够认可我 其实我那么多年受到苦 我也觉得值了 真的 你妹妹都结婚了 你多大 我今年26 你有女朋友吗 有 你有结婚的打算吗 有 每次在说到他结婚的时候 他就推脱 他推得越久 我的心里越纳闷 你见过女朋友了 我见过他女朋友 好不好 可以 所以你希望他赶快结婚 我希望他赶快结婚 但是他的女朋友 他妈不愿意 为什么呢 那就因为他没个正当的工作 在街道上这样那样的 来去跳舞 在就是出租屋住的了 那你总不能把媳妇 娶到出租屋嘛 我就想着 我就是再借个十万八万 已经把这个婚给你结了 一 圆了我和你妈的这个心愿 二 也让你朋友的家里的人 有点放心 你丈母娘不喜欢你学Michael 对 他就觉得我就是 老人家没有一个会喜欢 是 即便喜欢 也不会认为这是一样工作 其实我觉得他们说的也对 不过我就想问你 学Michael不能学一辈子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 借助这个机会 我父亲说 爸爸我错了 真的 帮爸爸再出本书 好不好 还想不想再出一本 我第二本书已经组稿完了 就现在准备 但是我这个时候 我不想到出书了 为什么呢 我就想到完成 让他们结婚这个心愿 我老爸把这个事放下来 父亲已经把生活 现实当中的问题 当成首要问题 而且是你的问题 所以你也应该 暂时地把你的梦想 和现实结合起来 对 奈克尔杰克逊 是世界吉尼斯记录上 为公益事业捐款最多的人 对 是的 这些钱是他赚的 他去帮助别人 这是他的善局 你也可以去做善局 你可以去崇拜我像 可以有爱好 这些都没错 但是这个事情是你自己的 不要让你的家人 给你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们中华传统美德是 百善孝为先 你做善局之前 你尽到孝道了吗 没有 好好地善待你的家人 谢谢你来了 我告诉你 小天 你爸爸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但这不是他最大的梦想 他最大的梦想 是要让自己的妻子 能够在别人面前 过得体面 能够让自己的一双儿女 不用辍学 只要他们愿意读书 他就能给他们 交得起学费 他要让自己的家庭 有一份尊严 让自己的家人 有一份幸福 这是他最大的梦想 他为了这个梦想 可以把自己 心中的那个文学梦 放一放 他在坚持自己梦想的同时 担当了自己的责任 或许曾经你以为 我去拿了一些钱 去捐给儿童村 那个就是我的善良 但真正的善良的起点 是要让家人 活得好一点 谢谢你 亮天 现在像这儿子这种人 特别多 梦想特别像一个狂 把我们所有的自私 公立 任性 矫情 撒娇 全往里面撞 理想 有理的想法 符合公序良俗的想法 不违背人性 最初原则的想法 喜欢足球吗 兄弟 不喜欢 不喜欢 我喜欢 足球史上有两个明星 特牛 一个叫皮尔洛 他爹是 意大利的钢铁大王 你爹不是 还有一足球明星 我也特喜欢 叫苏格拉底 有梦想 爱死足球了 但足球养不了家 最初 怎么办 苏格拉底成了 巴西圣保罗州 特别有名的牙医 依然没有放弃梦想 他的梦想又尊严 陕西人吧 我特别喜欢 陕西这地方 陕西人有一个 著名的作家 写了个作品 叫《平凡的世界》 写作者叫陆瑶 那是我特别特别 喜欢的一个作家 今天有个人 我觉得可能 不是你们的过错 都想成为大官 大款 大腕 像图雷老师那样 站在舞台的正中央 《平凡的世界》 告诉我们 其实能做好自己的人 是最珍贵的财富 我们不缺站在舞台 正中央的 接受喝彩掌声的人 我们缺少路边 为他真诚喝彩的人 希望你早日拥有自己平凡的世界 谢谢 他否则人生的真相 最后的提醒 有几个细节 当你坑爹坑妹 然后被我在台下 不太友好的指责的时候 你爹说情有可原 我的儿子 当你流落在上海街头 要五百元的时候 你爹默默地去了邮局 一肚子气 还是给你打了五百块钱 当你在西安偶遇的时候 你在辛苦地表演 你爹心疼啊 买了两瓶冰红茶 他今天还给你做了一个承诺 输不出了 只要我儿子能踏实地生活 我再借个十万八万 让他成家 父爱如山 望君珍重 爱好全世界很容易 爱好一个人很难 当所有的人都觉得 你是一个偶像的时候 当所有的人都为你欢呼喝彩 鼓掌的时候 其实后台如果有一个声音说 我儿子最棒 那一个声音 足以提过台下千万的声音 托顶理想主义的蓝天 脚踩现实主义的大地 心中充满爱 梦想才能实现 否则就是个奢望 今天他女朋友也来了 我们请女朋友上台 来 掌声欢迎 贵姓啊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姓张 叫张倩 哪里人 西安人 怎么喜欢上这个臭小子的 因为我也很喜欢杰克逊 然后同时我也是跳舞的 我问你啊 你想嫁给他 我跟他在一起六年了 我一直支持着他 陪伴着他 而且我是一个单亲家庭 我的妈妈对我找男朋友 也是比较刻薄的 妈妈反对你们俩在一起是吧 对 妈妈反对 因为她没有稳定的工作 我一直在我妈面前 把她表现的都是很美好的 就是她在外面都过得很好 钱挣的也挺好的 要不然我妈肯定 六年你们俩过得过的 最古的日子 是什么样的日子 我曾经吃过一个月的泡面 就是为了她的演唱会 值吗 值不值就这么过来了 对 这一个月泡面难吃吗 难吃 如果再让你吃一个月 两个月你撑得住吗 撑不住 撑不住就是会分了 我想 我想我的心会有点飘吧 将来如果你们俩有了孩子 还天天吃泡面 那样的家庭不分才怪 你至少得保持基本的温饱 才可能谈得上精神上的追求 所以说如果你们俩 真是想再好好一起过 想结婚 就拜托对自己负点责任 误点识 我让你的女朋友站这儿 其实今天她也是你道歉的对象 接下来说一些实在的话 对 谢谢你来了 今天真的谢谢爸爸 还有张倩 你们俩能来到现场 这么多年来 我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 对你们造成了 很多很多的伤害 其实我内心也特别特别难过 现在我和我的朋友 在西安 开了一个舞蹈工作室 能够好好地孝顺爸爸 能够让我的未来的岳父岳母 他不再说我 像一个乞丐一样 我觉得 我能做到一个男的担导 爸爸 对不起 我错了 把礼物放在传送带上 来转动礼物传送带 来转动礼物传送带 一木桶 解释一下 因为当我知道 我离家出走的时候 那就是我父亲 卖菜卖豆腐的钱 其实我心里 特别特别难过 所以我就买了这份礼物 希望爸爸能够 每天再劳累 再辛苦 回到家里 能够抛一抛脚 你给他洗过脚没有 都是很久以前的事 小时候的事 真的 去食堂打喷水 来 打水的智鞋 你能不能跟我们跳一点 我看一下 好吧 给他点 麦克斯就是你的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订队 你已关心 你也不愿意 你 Better do what you can so beat it But you wanna be better But you wanna be better just beat it Beat it Beat it Beat it alone I want the beat it Beat it Beat it I'm fucking strong The shuttle fight It doesn't matter You're up to me 水来了吗 给它倒上 爸 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不管儿子以前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今天 我和张倩为你洗脚 并不是请求你能原谅我 只是希望你以后的身体 能够健健康康 我们俩以后绝对会结婚 绝对会让你和妈妈 感受到我的改变 就像刚才那几位老师说的 只要你以后能有担当有责任 我就放心了 我来采访一下爸爸 这第一次给你洗脚吗 舒服舒服啊 舒服啊 舒服 哪儿舒服呢 是心里舒服还是脚舒服呢 心里舒服 比出本书舒服吧 对不对 以后再加一孙子 这三个人给你洗脚 对 行 不错 好 穿上鞋 穿上腕 穿上腕 拿着桶子到这儿来 爸爸也到中间来 那一家子 这样看这一家子 不像是这个跳舞的 这就像平凡的世界 对 这就像平凡的世界 这个妈妈还在家里 妈妈跟妹妹看见电视之后 他们一定会十分的欣慰 坚持梦想 并不光是说一定要做在形式上 有的时候恰恰放在心里 才能够真正的坚持下去 祝你们俩早日成婚 早生贵子 你早点当爷爷 谢谢 好吗 谢谢 好 爸爸 对不起 我错了 谢谢 这种登天 你辛苦了 不管儿子以前怎么样 只是希望你以后的身体 能够渐渐肯康 就是说不当父母 不知道父母恩 其实很多情况之下 父母为了我们的梦想 嘴上虽然说不 但心里其实都在妥协 人的这一生的幸福 恰恰是在追求 妥协和平衡当中 将幸福最大化 所以在我们追求幸福的同时 也要学会妥协和平衡的艺术 这样的话 你的幸福才具有 更多的人生意义 好的 如果你有任何的 对不起的人想要说道歉 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我们也会帮助你 从修就好 华丽转身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